第一个给我出来的观点叫做 写开我的演讲稿 快点快点 第一个演讲稿 第一个观点叫什么 环境是 你们听懂这是我的第一个什么 观点 我举完例子 你同意了之后 我就把它插起来 既然思想是原因而定是结果 所以思想里面的 主要的成分 叫做什么事 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叫前因子力要比意志大 所以我举了戒因的例子 我举了日本人妈妈的例子 是不是又把第二个观点 很容易得到你接受了是不是 我前两个叫启发性的 对不对 我接下来第三个 所以既然要改造前因子 我给大家两个方法 第一个要 第二个要 所以我第三个又举了一些什么面筋的例子 有没有 我说 好的 既然 我的第四点 既然 要相信重复 管道 视觉化 要这样做 我教你一些技巧 听觉化 要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 还是效果不好 所以要听这个闲心音乐 然后我举了一个故事 又一个故事 效果 我说还不最好的 我说 我有一个方法叫向运挑战 这个产品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不敢改造前因子才觉得不行 我讲到这里 基本上我刚刚那一段演讲 有没有大概四个关键 有没有 有没有大概有七八个故事 有没有 就组成了一个 产品介绍了 所以一般的产品介绍 就只会上去讲产品 我们的方法就是先铺关键 铺一个 两铺再铺一个 现在铺进去了 只要你每一条关键接受了 你制作会很容易接受这个产品 所以你要把这个产品分解 说他只要接受拿起的观念 就会加卖这个产品 你懂我没有 听懂我去说我看一下 好 请放下 最后 讲完产品 报价 报价完毕 要求成交 我们 现在 把拜拜门推开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我那一段讲话 我开始就说 你才能够带好 想 我教你我怎么做好不好 好 我演讲的证文 就是我提供的解决方案 有没有 有 观念加故事有没有 有 有自己的有名人的 前面启发性的 后面讲 那一遍啊 原来后面也讲 有关于 餐厅吗 是不是 是 是 嫌疑是对付吗 有 什么发生 他说我会用的是什么吧 对付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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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发生 我有 好 请大家现在 吃饭前 你的工作做出一套 你的销售选业 香港 列这几套 外面 列这几个故事 列它没有看见 你怎么解救的故事 你是大學生你練不了 你就練你想睡俗是別人幹的嘛 睡俗別人加入你的演講 演講社團嘛 對不對 一樣為什麼不加入 上次放聚點 對不對 為什麼拿一條關面 你要吸收資金 拿一條關面 好 要不要做出別人要不要不要 要 好 我覺得剛剛這個項目可能別再買了 因為重點 重要的是我只是示範給你看 這一段講話的確能 成功的成交一些產品是不是認真 對 所以你看到有時候就好 下次千萬不要去買一個產品挑戰 不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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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不賣了真的別去買了真的 真的 真的 不要去買 OK 我剛剛是為了做示範 那純粹是我的一個示範品 但是是不是太太好的東西太好 好 好 好不好 好 做出你的一段 你想派什麼產品的一個稿子 然後 福德老師 你確保你們這個小組在做一個程中 誰有的這個稿子 我要知道 給有這個稿子的人會有優先學 上台來講 沒有準備完美的這個稿子 那大家無法給優先上台一下 對不對 對 所以專心做文道老師 專心看 我教了一整個下午最好東西 也沒有出貝的去練 好不好 好 好 行動開始練 安靜 不要講話了 一句話到時候再進去 然後 第一個 點一嘛 是什麼 就是一句話 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有方法可以協助你的企業不斷動達 你有興趣了解嗎 有 有的 你去做我看一下 好請放下 我現在 總結 四個觀點 但因為時間不夠 我沒有辦法深入去講夠多的案例 我把四個觀點馬上告訴你 你覺得有道理 他就能幫到你 好 好 想要這個舉手我看一下 第一點 大家跟我說一次 每一個企業的壯大 每一個企業的壯大 本質上 本質上 都是人力資源的壯大 都是人力資源的壯大 為什麼每一個企業的壯大 是人力資源的壯大呢 很簡單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你公司營銷不好 就是營銷並不夠好 同意嗎 同意 如果你公司大客戶服務不好 總出問題 就是你沒有大客戶服務主管 大客戶服務經理 所以大客戶總出問題 同意嗎 同意 如果你沒有辦法國際化 就表示你沒有國際化的人才 各位同意嗎 同意 如果你沒有做到全中國 就表示你沒有全國的人力資源 對不對 對 我曾經有一次到河南振州講課 非常成功 很多人想聽 後來 我在振州 沒有繼續做了 原因什麼 原因我振州的代理商不做了 我沒有購物的人力資源 派到振州去 接管當地的業務 所以當地的客戶 沒人服務 當地的這個業務員 沒人培訓 當地我沒有辦法繼續賺 當地的鞋 是因為我當地的人力資源 要問他對了 對 對 所以 每一個企業的重大 本質上 是人力資源的重大 同一句說我看一下 請抱一下 第二點 跟我說一次 每一個企業仲裁 每一個企業仲裁 首先 應該是一個人力資源經理 首先應該是一個人力資源經理 好 為什麼呢 你仔細想想看 你身為總裁 你首先的角色 是人力資源經理 你的高管 如果動不動就威脅你 要你給股份 你有沒有能力 有新的高管來比他 你的高管如果動不動就要求加薪 你有沒有能力 告訴他 你這個職位的行情 現在只值多少錢 你搖得已經很高了 你的 員工訓練 你的員工的績效考核 全部在總裁來說 不懂能力資源很可怕很危險 能力資源是戰隊級的 有同意嗎 同意 同意的舉動我看一下 請抱一下 接下來第三句話 大聲說一遍 每一個企業 每一個企業 都是培訓公司 都是培訓公司 你會說 不會啦 路老師 你是培訓公司 我不是啊 我是賣插頭的 巨城是培訓公司 我不是 我是賣美化的 錯錯錯錯錯錯 每一個企業都是培訓公司 松下說 松下不是生產 電系的不是 松下生產的是人才 電系只是我們的副產品 利潤只是我們回報社會 自然的產物 各位 松下說它是 培訓公司啊 麥當勞 麥當勞 不是賣漢堡 麥當勞 是培訓公司啊 它上稿之後 每個人 在稿位上的工作 都有人在考核 不行在培訓 它稿位上的工作都直接在培訓 它是有漢堡大學的 還能有它的軍校 PCR 它的這個 學校 小公司過渡到大企業 最重要的一個門檻就是 你有沒有自己的人力資源培訓體系 各位同意嗎 同意的舉動 我看一下 小美容院跟大連鎖美容院的差別是 小美容院就是招募 這個學校畢業的 大美容院有能力 開美化美美容培訓學校 生產大批的人才 對不對 對 所以原原不斷生產人才等能力 我身為培訓公司 聽懂意思了吧 所以每一家企業都是什麼公司 同意嗎 同意 同意的舉動 我看一下 好請放下 所以請問 你的美化公司是什麼公司 培訓公司 請問 你的美容公司是什麼公司 培訓公司 賣差公司 培訓公司 培訓公司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你公司壯大就會很容易了 是不是 是 最後 我給大家第四個 來第一個 複習一下 每個企業的壯大 本質上是什麼壯大 第二個 每個企業總裁都是什麼經理 每個企業經理 第三個 每一個企業都是 培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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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第五 第四個 每一家企業 都 應該 有 自己的 軍校 每一家企業都應該有自己的舌廈 同意的舉手 我看一下 請幫忙 幫你孫中山 推翻 南京政府 然後 八國聯軍 還在 瞄準中國 希望能夠從中國 東挖一塊西挖一塊 各地軍防 各區 農民啊 這都可以照看 所以 尊重山的戰略 第一點 趕緊建立一個什麼軍校 建立軍校的目的 是趕快幫助中國 穩定政局 趕快幫助中國 能夠保護國家 不要再給辛苦了 穩住我 新中國 對 對 同意的軍校 我看一下 請幫忙 所以 每一個企業 都應該有自己的軍校 這一點 我的意思很清楚了 你有沒有你的培訓體系呢 我從 剛出創業 到2010年 之前 060 70 809 這家公司 大部分的火管內部 都在做營銷 先把客人推出去 再說 先把業績做起來再說 然後 我知道內部有很多漏洞 這個人才也是漏洞 電腦也是漏洞 ID也是漏洞 各方面都是問題 制度不完善 薪水提升不完善 從2010年開始 我們立了一個口號 叫做 2010年是我們在管理歸半年 然後每一個月 就花大部分的時間 精力金錢 在內部做管理 做到了後半年 我們終於 花了好幾年時間 想要推動的 管理政規劃 用一條戰略實施成功了 就是 我 因為想要把我的團隊給管好 所以我先要把他們交好 交不是交他們賺錢機器 絕對成交 交是交他們 TSE 斷錢機器是交老闆創業的 絕對成交是交老闆銷售 交人銷售的 TSE是什麼 是打造職業經理人的 T代表團隊 S代表系統 E代表執行 在這個團隊中 怎麼樣有一套 很系統的執行體系 所以說 每一個老闆 心中永遠的 全在TSE裡面能解決掉 你沒那麼大之前 你想得到這些問題 你都在想市場 只要你稍微有點人才了 就要亂了 內部就會亂了 有各種問題產生 你只有三五個人沒問題 你有100個人 兩三百個人 問題就出來了 同意嗎 所以 TSE專門針對正在成長的公司 不是創業 是正在成長的公司 解決內部問題的 我的二十倍 那公眾也說 大部分都在叫營銷對外 解決外部問題 我的TSE全部都在叫對內 所以有外部的 有內部的 創作交易交外面 TSE交內部的 那我不打算靠TSE來盈利 TSE不是我們的一個商品 是我公司有太重要的需要 就是要培養全國人才 所以我通常想 既然這些客 拿來培養全國我自己的創作神兵 有技能 有工程 有工程 為什麼不讓我的客戶 你來聽呢 所以從2010年年中 我到重慶 順便把客戶找來聽聽看 聽我的感覺很好 2010年底 在深圳 找我們的 2010年來的少數選人來試聽聽聽 聽我的感覺很好 我想給王牌接班的地方 感覺很好 他們去用 他們的企業內部 用感覺很好 交怎麼責任定位則的權利 交怎麼結果交換 拿錢換結果 拿不結果換錢 交怎麼職業化 不看改型 只談商業關係 交怎麼去追蹤檢查 跟進目標大成等等 所有內部的東西 我先交給我內部的有效 交給我客戶的企業有效 交給我客戶的企業有效 交給王牌接班的企業有效 已經測試了長大 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 可以磨牙石訓練 你們有聽我磨牙石訓練 有 用我的訓練技巧 通通把它 研究了 兩三年了 放在TS裡面 那TS1 要被我內部開課了 那開課了呢 那很多學員就說 我能不能來上 我說好吧你來上吧 我就賣他 他學習卡 這個 有買過巨城學習卡的 舉手我看一下 多少錢一張 兩萬 能上幾人次 兩萬上無限次 不是吧 巨城學習卡買過的 舉手我看一下 兩萬能上幾次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是 最便宜的是 兩萬 六十多次 兩萬 六十多次 八到八十次 就認了 好 TS1卡 一萬 六十人次 六十人次就是 你一次送六十個人 就消耗掉了 你分十次 從一六個人也消耗掉了 認他不認人 兩萬 一百 三十 三十 人次 三萬 多少 兩百 兩百 人次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重新講 每一個企業都什麼工程 那你自己去建立一個培訓部 然後培訓理工程的人 一年 一年 要雇用多少個講師培訓經理 或者是課程 你外面找老師來 要費用多少 你隨便算 都大於這個錢 同意嗎 同意 你隨便算都大於這個錢 好 好 所以說 現在不針對全國各地銷售 因為開客的地點 這個 決定了這個市場能開到什麼地方 因為 東北的不可能把員工每個月送到 好 深圳來上六十人次 對不對 對 所以TSDITA 只限在本城市 開客本城市銷售 好 所以深圳和珠三角一代的企業 你們想送來跟神兵一起送去嗎 如果你想送員工來跟神兵一起送去的話 我會給你一個課表 那什麼課是合基成員工 什麼課是合營銷員 什麼課給行政人員上 什麼課給工程主管上 你照著表 送他們來 然後總裁你本人自己跟得到 效果最好 為什麼 因為總裁常常上課之後 回去覺得 哎呀我員工就這麼行 還想挑戰員工 有沒有聽話 有 員工也要等 煩惱 我們老闆每次上課回來挑戰 對不對 對 脫平了 你思想提升了 他們還停在原地 所以總裁看員工不睡 總裁看員工看老闆臉不睡眼 總裁看員工不睡眼 總裁看員工不睡眼 你們沒有同品 TSE最大的特點就是 你可相關的也以為 哪一張卡送員工來喔 我可以保證你哪一張卡送員工來 員工照門都說好 因為員工不想來 各位聽懂了沒有 你要用我們的方法 他才會來 什麼方法呢 第一 剛才是你本人帶他們來 所以他們看到你也在學 他們也在學 他們首先會比較投入 你做這邊學 其實很有用 因為裡面的內容全都是幫你灌輸 這個 企業文化的 我舉個例子講 你回去跟員工講說 現在套得你 阿爾森部隊要發你五千元 套得你三點 套得你三點 他不會要做什麼量嗎 他們的神兵 三點八點 神兵還是開會了 他們說你要是叫我這樣我就會幹 對不對 你沒有拿上那個頭腦 你的環境 還做不了這樣的管理 所以一起來聽 能讓他們的思想一直同品 最終才要改變東西來 為了同品而學 聽懂嗎 聽懂 那學回去你怎麼落地呢 你就說路老師今天講了 這樣我們同意嗎 都同意的話 就讓我們公司該怎麼做 你就推動 今天我講的東西一點點 然後每月來又聽完 回去就推動一點點 我保證我講的全是你希望我講的 我講的全是你希望我講的 我講的全是你希望講的 你不會講 你希望我不會講 好還不好 好 我講的不一定是我 是我的講師團 講的全是你希望我講的 你希望我講的 所以 這個要老闆帶來一起學 那我來教你一個方法 下次可以在哪些人來學 不可以在哪些人來學 你內部都有一套破例方法 比方講 舉例 製造稀缺 只讓出業績的 只讓優秀的人來學 而且你公司有十個人 就只給三個機會 有二十個人就只給六個機會 聽懂有沒有 有 你不能說大家都來啊 你又來啊 效果反而不好 讓少數人來 來玩回去以後 他改變 他被獎金 別人就想真的來 有沒有聽懂 有 有 我教你一套方法 我導入你套方法 讓我來幫你內訊外包 內訊外包 內訊包給我們TS1 好 這叫TS1學習卡 聽明白的 好請幫我講 接著 那我在重慶有根公司 我在蘇州有根公司 我在廣州有根公司 我在北京 我在各地有根公司 有我們公司的地方 我都想讓他們 神兵 也上TS1 但是各位會發現 咦 怎麼來深圳我們的神兵特別好 我去你的其他地方上課 你的神兵好像沒那麼好 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的TS1 還沒到達我內訊公司 我也不可能要出他們每個月 跑來深圳上課 神兵派 好 所以我也想把我的TS1系列課程 搬到楚慶 搬到蘇州 搬到上海 搬到北京 所以是搬 所以我需要在全國這麼多地方 開這麼多家TS1的分公司 在當地 目的為了訓練我們人才的 所以當地如果 到時候一開 你們當地的這個企業 就能一起來參加了 這樣好還不好 好 那有人說 可能快點來開 不能 因為我內部訓練得出這麼多人 才能快點過去 我內部還可以這麼快 訓練出這麼多人 大概沒兩三個月可以排一家 兩三個月可以排一家 但我失贏太慢了 乾脆還放家伙 各位 你做一個行業 應該要做同路少的 會爆大的 同意嗎 同意 你不存在 更好 同意嗎 同意 跟這個行業的頂尖人物合作 效果更好 同意嗎 同意 黑群行業 東路小 成果大 林庫水 我是頂尖人物 對 你賠不了誰的情況下 只賺不賠你願意嗎 會 好 所以我就開放家偶 那第一家我們的無錫實行 就立刻做回家偶 他什麼行業都沒做過 我怎麼讓他成功啊 所以呢 我回來就想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四步第五步 想了一兩個禮拜 出了一套家偶方案 接著 重慶 我們的那一位 李總在哪裡 李總 他說回家偶 他有一點資源 他本身是做了一點資源的 所以說 那我就發給他 活力成功 情況下 我們就開始在尋找家偶商了 現在你想家偶 我們還不能馬上答應 看一下你的很多條件 能不能接受這個意見 能接受了 互相調查 再開 不能接受了沒關係 好 那麼家偶 等於你的公司 不管是做美容美化 還是做健品 還是做電器 還是做互聯網 要先接受 TSD 三個月的 補導 因為 你跟人家講TSD 連你自己都沒做到 你不是要喊 但當地就很難啊 當地的企業相信 同意嗎 對 我跟你講TSD 連我公司都不TSD 你就很難相信 這個TSD有效 對不對 對 所以創作效率在賣我 但TSD在賣員工 有沒有聽懂意思 有 所以你的原事業必須先被TSD三個月 這三個月你公司派出三個人 我公司派出一到三個人 所以大概會有四個人 以上到六個人 組成TSD相互組 在你公司裡面 開始開講會 開晚會 開練習 表格 幫你們的心頭體系 做為連意見 幫你們的技巧管理 做為連意見 你內部會有人 不一定同意會反彈 但總統的心態調整 三個月時間 觀察你的公司 是否已經 有利選你的生命了 如果你的當地的每一個企業看到 哇 連你公司管理都好 來參觀管理的 你是大酒店 你的早餵一看 晚餵一看 都令你當地的企業看文端子 就表示 你身為 酒店的老總 你把TSD做成功了 你的家族行為 開始正式生效 開始 對外 推廣 TTSD課程 當地每月開課 開始收藏 總部 供應你收藏 權利 你是當地招生 總部 供應你講師 再當地 講師太過去開班 教材教案 總部供應 總部供應你品牌 IG 平台 還有後續 大量的聯發能 每一支供應 你當地就是育林好 這個開班的工作就好了 各位 如果 五年前 巨城找你開一家 巨城分公司 你現在發了沒有 好 如果七年前 巨城找你開一家 巨城分公司 你發了沒有 好 現在有一家 跟公司 可以讓你開 叫PSE 那 PSE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講師是可以被固執的 因為裡面的標準版內容 標準版活動 標準版遊戲 標準版的 教材教案 全部都一模一樣 誰講都一樣 所以 PP的講師 會輸送到市場上 你說那為什麼到底不有效 你先做三個月PSE 你公司有效了 才開始對外銷售 這也是讓你有信心的方法 同意嗎 對 而且不這樣也賣夠 你如果隨便說 這項目好我認同 一定要快點賣 也不行 因為你公司不打到怎樣賣 就不好賣 好 所以 如果你公司進行了 PSE的內訓三個月了 沒有 被我批准 我說還是不夠規範 那不能對外開拓 PSE的內訓公司要 再反 再培訓三個月 如果還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 幫你不能跟你合作 開加工公司了 那如果成功的話 你就變加工商 所以這是基本的第一步 讓大家明白一下 請問 內部建立一個培訓部 請培訓講師 培訓經理 人力資源做績效報和 面試薪酬 一個月 一家正常的企業 至少要不要 三萬元的薪水 發給培訓部門要不要 要 要 因為起碼可要的 結果我看一下 請問一下 那麼一年十二個月多少錢 三十六萬 而且還不算貴的 普通 你請個內訓資訓講課 一個月一次 還是重量公司要練上課 共擲那錢 加否PSE 加否負三十萬 30萬加盟完畢之後 先做你公司的內部TS1 內部成功了 再次辦營業執照開TS1專業公司 TS1在當地每月開課 舉例講 在東方每月開課 在廣東每月開課 你原公司的員工可免費每月送進TS1 給加工商的福利跟待遇 就是你公司的員工 免費上TS1一張卡都給我買 換句話說 你30萬到一年的培訓費 也許你還覺得太貴 但我告訴你這是兩年 不對 這是三年 不對 這是四年 不對 這是 不對 這是 只要你的TS1公司在營業 你原公司的人才 越越進來上 都是免費 各位聽到沒有 好 你不管在外面花多少個30萬 都是有時間限制的 是不是 是 是 你去找一家 管理公司的話 你做人員時間顧問 80萬100萬 顧問再聚會結束 你去找內訓師 再聚會結束 你去聚會過常課 學跑完結束 你先把帥還在合 你做人員工 你這次人員聚會提醒 一年也點薩薪水36萬 對不對 一年36萬 這是一年啊 這是一生啊 好 這個TS1在當地 跟你合作 開了以後 你雖然內部培訓都是免費 而且 還被外受卡 換句話說 連這30萬都可以 回收回來 你公司內部一毛錢不花 能做內訓一輩子 而且還能 營利 還從培訓中得到別的企業培訓的 附屬利潤 聽董俊說 我開一生 這就是我的想法 為什麼我 明明想提起我的神兵 我還要被外收卡 因為 我本來也要提起他們 你們一張卡不來買 我也要開這個電視課 12月就開始 而還有人要來買卡 送進來 對我來說 連收回身份就不錯了 我還在一天二頭 對不對 所以 我只是把我的想法 告訴大家 讓大家跟我一樣 可以開這個家母 如此而已 有我分公司的地方 我就特別願意 馬上開家母 比方講 北京 重慶 上海 蘇州 沒有我分公司的地方 比方講 神都 內蒙古 大連 山東 我就暫時 還沒有黃金頓快 想去開家母 因為 這是由內而外原則 自己需要 才會給別人 現在 您聽懂了 有一張PAC的課程表 發給選擇每一個 不論小大龍 想來卡 想看課程表 的 給你一張PAC 直接測成表 有任何要買卡的人注意到 十二個月 我們神兵就要接受 BSE的第一期課程了 先簡單一分鐘介紹 大聲跟我說一遍 員工不想實現總裁的戰略 說一遍 員工不想實現總裁的戰略 員工只想實現他個人的戰略 員工只想實現他個人的戰略 所以 你的員工 你不要教他 公司要怎麼怎麼怎麼樣 效果不好 你要問他你想要怎麼怎麼樣 找出他人生最想要的目標與計畫 作為每個員工在公司裡面 被你管理的原理 你對他所有的管理 都是為了幫他實現他個人的戰略 聽懂的學生我看一下 請放下 這是十二月要開的 我為了要幫神兵兵去他的人生的戰略 所以 要做一兩天的個人戰略區域 到時候 歡迎珠三角的企業 幫你員工送進來 現在十一月了 十二月就開開 每月有一次 外地的 不可能你一加募馬上就去你那邊開課 所以加募了之後 你這位老闆本人 每月可以來上 我們也要派人去內部上 最後可以對社會開放 大概到三到六個月時間 後面 是諮詢加募的地方 可以找Andy 他已經有完整的加募方案 合同 那麼 除了實行比總之外 還有其他沒有來的 我們都會在二十天橋 二十二十二十五號以前 給到所有加募商 第一批我們的加募方案 讓你們看完 雙方協商 如果同意的話 就要開始落實下去了 市場很大 產品很好 合作方不錯 商業模式可複製 可持續發展 不依賴於任何一個人去講課 打的是整體品牌 對 只要有企業的地方 就有這些套 就有這個需要 如果你先當消費者 慢慢來感受 也可以 不一定要急著加募 我把劇情告訴大家了 希望大家掌握了機會 這個 我不現場成交 因為這個不是我想推銷的產品 這個是你要自己來找我的 好不好 失敗時間到八點二十分回教室 八點二十就要回來了